最近我们班作业写的是 很肆无忌惮 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呀 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把字写得奇奇怪怪了 你们想干嘛 想挑战我的好脾气吗 老师 我们可不敢挑战你的脾气 你的脾气 谁不怕呀 是因为 现在整个学校都在流行自创自体 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一个专属自体 没有自己自体的人 都没有朋友 自创自体 你们还会自创自体呢 大嘴 你来说说 你写的这是什么自体 嘿嘿嘿 我的这个叫高思雄 科学老师说过 让我们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你怎么样 我的字体有创意吧 有创意 简直太有创意了 我自己教出来的 不生气 不生气 既然你说这是你写的字 那你来给我念念 你写的是啥 啊 我我我我写的 写的 哼 说不上来了吧 你这明明就是偷懒 不想写字 画一些圈圈 糊弄我 写作业半个小时 你的作业三分钟就写完了吗 其实就用了一分钟 你还好意思说 一会再收拾你 我来猜猜 跑子的字 是不是叫爱心字体啊 但是爱心不好听 应该叫小欣欣字体 没看出来 跑子还是一个内心细腻的小胖子 小欣欣呢 我的叫花儿字体 我写的字就像树叶和花朵一样好看 你们可真有创意啊 但是我们是写字 不是画画哈 跑子和静静的都不合格 后面其他同学的字都很奇怪 来来 强强 你来告诉我 你写的是什么字体 老师 因为我的字体 有的笔画会伸出来很长 像刺一样 所以叫刺为字体 你真是 你这笔画 有的过分短 有的过分长 干脆就叫过分字体算了 也行 说什么行 强强的字也不合格 我来猜猜 刘盈涛的叫乱七八糟字体吧 什么呀老师 我的是蜘蛛网字体 你看多像蜘蛛网呀 还确实像 刘盈涛的字也不合格 小欣 你的作业呢 你画些点点是什么意思 老师 我的叫模式密码字体 我的字翻译过来就是您昨天 刘的作业 咋变 我判个作业 还得去学习一下 模式密码 你们看看人家小美 写的字多好看 小美 你这也是自创字体吗 是啊 我的叫经络字体 我的合格了吗 小美的字 虽然很好看 但是 你们现在是学习汉字笔划的时候 笔划还没学好 怎么能写连笔字呢 没学好走路 就想跑了 也是不合格的 哎 贵小道 你这字 怎么写着写着 就跑起来了 老师 这个字看起来像人一样 所以是拟人字体 还用 写个字 你都用上修丝手法了 那这个呢 老师你看这个面子 像不像行李箱 我把字比喻成物品 所以叫比喻字体 那这个呢 不会也是修丝手法吧 我这是用 夸张的修丝手法 表示多字 让人一眼就觉得 这个字真的是太多了 多的都数不清了 表示多的数不清 可以用很多 非常多 来表示啊 你画这么多圈圈 也太夸张了吧 是有点夸张 所以我这个叫 夸张字体啊 你们这哪是创造字体啊 你们这是在 创造新的文字啊 你们这些字都不合格 一律按照 错别字处理 你们不是想要写出字体吗 这才是我们小学生 要写出来的 横平数值的标准字 今天晚上 大家回去 就按照猪小妹的字体 把作业重新写一遍 不会吧 猪小妹的字 也太难了